这是一支守护祖国东海前哨的排头兵 这是一支海军航空兵的英雄部队 他们曾多次与外籍空中较量 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 他们就是海空雄鹰团 海空雄鹰团是海军航空兵一支英雄部队 守护着祖国东海前哨 在一次例行巡逻当中 飞行员王茂李亮在任务空域交接准备返航时 突然发现外籍正企图靠近 而此时战机的油料已经所剩不多了 但是飞行员王茂李亮是果断决定 立即以最大坡度转向 开满加力重返任务空域 当时战机油量表显示已经到了极限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狭路相逢永久胜 我们要全力保卫领海领空 随时做好牺牲准备 起飞就是战斗 升空就是作战 面对外机飞行员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而这样的空中较量不止一次 一次战斗值班任务中警报响起 飞行员许志勇胡骁和地面保证人员 迅速奔向战机紧急战斗起飞 抵达目标的空域之后 掌机飞行员许志勇远距发现了外机 他灵活机动抢占有力位置 始终保持压制态势 同时对外机进行驱离 海空雄鹰团从战火中走来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创造了同温层开炮 零高度歼敌等我国空军战士上的八个首创 还涌现出王坤 舒吉成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1965年被国防部授予这个荣誉称号 如今海空雄鹰团率先改进了新型战机 培养出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戴明蒙等杰出的飞行员 为练墙战斗本领 这个部队经常性组织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空战对抗 海上夜间超低空飞行等实战科目训练 让飞行员在险局南局中想对策练战法 曾圆满完成维权斗争等重大任务 一代代海空雄鹰用铁翼丈量万里海空 用生命守卫祖国山河 向守护祖国东大门的海空雄鹰们致敬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好嘞 说等一下 我们训练